中劳铁路沿线风关以泥 银族风情独特 美食美景不慎美举 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搭乘动车 双向奔赴 体验异国风情 4月13日恰逢中劳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通运营一周年 这趟中国昆明至老挝望向间的国际旅客列车 自2023年4月13日开通运营以来 其经济 便捷 舒适的特性 成为中外游客常游中国和老挝的首选方式 越来越多的游客坐中劳前路 随老挝旅游 也有很多老挝人来中国来昆明读书旅游 我挺喜欢坐华舍回老街 所以每次我坐华舍回老街 我会遇到很多老挝朋友 然后我会遇到很多中国人去老挝旅游 中国人去老挝做生意 所以我可以跟他们认识 所以我每次回老挝我都选择坐中劳前路回老挝 我以前来中国是坐飞机的 然后价格比较贵 但是现在有中劳前路了 就是比较方便 然后价格也是很便宜 也是很能接受 然后是很方便 就是直接从我家 就是在万象直接到昆明了 中劳两国铁路部门为提升跨境出行便捷度 调整中劳铁路列车运行图 昆明南至万象的国际旅客列车运行时间 从开通初期的10个半小时 缩短至约9个半小时 同时增加停靠站点 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 2024年以来 中劳腿路国际旅客列车的跨境席位 有300个增加至350个 增加中国玉西老挝梦塞两个停站 全程停靠站点有8个车站增加至10个 全程运行时间不变 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范围 这趟国际旅客列车一年内 累计运送旅客高达70万人次 列车始发正点率达到100% 中道正点率99% 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月13日上午 首列中劳铁路西双版纳 至兰博拉班国际旅客列车使出 老挝兰博拉班的国际旅客列车 国际旅客列车将有两列增加到四列 预计摩罕铁路口岸当天出入境人数 边检部门高校查验国际旅客列车 738列次 保障来自87个国家和地区 18.3万余名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其中外籍旅客达2.85万余名 老挝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籍旅客 出入境人数排名前列 经过一年的发展 中劳铁路已成为联通内外辐射周边 双向互际安全高效的便捷通道 出入境人数排名前列